美國樓價及利率飆升 對住房負擔能力構成重大打擊 房地產市場疲遠增加了抑制經濟增長的可能性 在全球因疫情引致停擺期間 房屋銷售最初急射 但由於大眾渴望有更大居住空間 加上寬鬆貨幣及財政政策 以及服務消費支出較少 樓市期後已經人速度反彈 然而 這種反彈逐漸演變成承接危機 庫存售額、競價戰出現 需求趨向次熱等因素 促使物業銷量及價格一併飆升 2020年初 疫情引致經濟衰退期間 城屋銷售額下跌近28% 但其後短短8個月內飆升63% 相比之下 新樓銷售額跌幅較輕微 但其後於4個月內從疫情最低位 大升78% 不出所料 城屋及新屋價格 均以每年雙位數增幅飆升 並超過了十多年前樓市危機爆發前水平 目前 樓價高峰期可能已經告一段落 城屋的雙位數平均增長率 亦趨向穩定 此情況不可能永遠持續 隨著價格維持接近相對高位 需求可能會下降得更快 疫情初期的價格壓力削弱消費者信心 但購買力並未受到嚴重影響 只有在利率飆升時 市場承接能力才會受到沉重壓力 對大眾而言 置業變得遙不可及 而40年來最高的通脹率 及激進的貨幣政策 則進一步加劇此情況 不過 值得慶幸的是 與樓市掛勾的槓桿率 遠遠未達次按泡沫時的水平 從批出按揭貸款數據來看 放貸機構顯然偏好信貸評分較高的謝貸人 此外 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 住屋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大幅下降 住屋供應並無跟隨需求急增 而家庭資產負債狀況亦明顯較佳 長遠而言 我們對住屋供應仍然頗為樂觀 同時明白可能需要一段時間方能修正失行狀況 好消息是 我們處於與2005年幾乎相同的情形 有望抑制房地產下跌的潛在經濟漣漪效應 不幸的是 新屋動工率保持長期向上攀升 而落成數量卻落後 導致住屋市場日益不穩定 最近動工率回落 雖然即將落成單位的供應將為潛在買家帶來機會 為價格下降及樓宇施工減少 則可能加劇整體經濟的疲弱狀況 鑑於供求緊張 價格下跌對買家而言是喜順 為這可能是經濟放緩的徵兆或原因 畢竟信心及收入增長轉差 將限制消費者作出大額購買的能力 隨著經濟增長持續放緩 短期利率急升及資產市場約勢未完 如是經濟將進一步疲弱 令衰退更快來臨的可能性加劇